潘老師跟 他是每個五秒鐘就會要的那一種 我不要回家 我不要回家 你幹嘛不要回家 你不是叫我們安排行程 再繼續下一招 對 我不能回家 不能回家 為什麼不能回家 我一回家 潘老師又要 現在這把年紀了 他一樣維持這樣的信譽 然而 拿出來 這兩位都是我的自由 自由 各自有不同的一個人生的經歷 潘老師就是這麼多年來 大家把我們當作是螢幕CP 謝謝 真的喔 有妳就有他 有啦 夢不離嬌 嬌不離夢 認識很多年 我印象最深刻是 那一年他生病住院 我去看他 他完全病入高荒的狀態 他緊緊 親住我的手 已經一副在交代遺言而樣 有 但那句話我至今記得 非常感動 我說什麼 刺隔差不多12年 13年了 我都還記得 歷歷在 他握著我的手 這 那個 老沈 老沈 人要走之前 人生的跑馬燈 在我的腦海裡面輾轉 繞啊繞的 但是始終會停格在 我跟你相似的那一地方 很有感人 我這一生 感動 我的時光靜止在那一刻 天啊 我就心願已了 對 起言也善 對 感動耶 我不希望他這麼快離開我 因為我跟他之間 他有很多會完成的事情 跟他去完成 對 那個時候 對 我說你沒事 那他那時候因為情動不變 所以尿都溜在尿壺裡面 對 我渴望他活下去 渴望到什麼程度 我當場手 伸進床底下 抄起他那個尿壺 我喝了 沒有 我先聞 一聞之下傳來正正的果香 果香 欸 這兄弟你也都不會唱了 好了啦 玉琳哥 有可能是82年的辣肺 82年的辣肺 身流動配上手 就是82年 可是有果香也不見得是好事 因為那表示尿是甜的 請 怪不得他老婆那個牙齒是住一圈 還來 還來 他有糖尿病 他老婆住牙 住牙 真是滿門中立 是 但那只是評估的指標 不是說有果香一定是不好的 那個邊緣有一點尿癒的殘渣 對不對 我沾一點點 稍微沾了一下 然後舌頭吐出來 沾一下 一開始是果香 可是慢慢的 我一乾以後它是一種彈香 它味道是多層次的 這樣還不誇張 還有 還彈香都吃了 太誇張了吧 所以我就告訴他說 放心啦 你這個沒問題啦 因為有檀香的這種 這種底蘊的 底蘊的料味 起碼再活50年啦 所以啦 結果他就活下來 他就活下來了 古代有24校胃清腸份 現代有這個沈玉琳胃有腸尿 對 所以這是我跟他的好交情 對 那你們彼此互相取鹿乳的事情 對 有 他想喝鹿乳 我自己買了一個鹿的那個碗 躲在鹿群當中你知道嗎 然後抽擠那個鹿乳 結果他過來吸你 對 所以我現在才會 這種 是不是我們這樣講 還要去什麼叫 平衡也要去 這樣 好啦 你已經搞了 我們不知道這幾次 對啊 要錄什麼 我跟詹老師有多好快速把他講完 我跟詹老師 但是很多年 有一年他約我們去大阪京都 其實有 他喔 我們去大阪 他天生不吉利 大阪的第一天晚上 睡到半夜三點鐘 他打呼跟那個超跑一樣 真的 真的喔 他誇張了 他睡成這樣喔 然後呢 我睡著睡著 手機緊爆響 就跟我們台灣那個情報一下 嗶 嗶 嗶 我一看 同時想 寫日文 但是日文當中夾雜幾個漢字 漢字 我還看得懂嘛 因為他寫 土石流 老人小孩 快撤離 喔 很清楚 他睡成這樣耶 我一直咬 我一直咬一整 我用腳踹他 他都不行耶 我瘦弱的身軀背著他 肥胖的身體 真的是背著他 爬下五樓邊扛 嘴裡面男男唱的 低聲吟唱那首歌 He ain't happy He's my brother 他不中 他是我的兄弟 The road is road 感動 我也是他們兩個救命恩人 是嗎 他們兩個病重之前 我都有跟他們預言 卻完全命重了 所以他們也很感謝我 所以他這麼多不吉利 被他都被強迴重 他講中的沒有一個好人 真的 他眼睛受傷的時候 芽芽帶小孩 我是唯一主動要陪他住院的 他才知道我 才是他真正的 不可缺的好朋友 有啦 那個住院期間 他是真的就睡在我旁邊 真的 一樣喔 我在睡夢中 奇怪 這個醫院怎麼會有摩托車 又是他 我也不願意打呼 我控制不了 我打呼就算了 我們到南部去打呼 他落地這個 到南部去打呼 不是 我們去南部 那天我們去小豬的一個演唱會 他安排了一個房子 跟我跟小豬跟他 第三個就睡在同一間 到南部打球 就算他到南部去打呼 所以打呼是主要行程 那去玩是順序 沒有 我跟你講 你只要有人敢挑戰 跟他睡同一晚上 你只要你超過兩天 超過兩天 但是 但是是真的啦 我一個朋友半夜打給我 我朋友住三重喔 你拜託詹老師打呼小聲一點 好不好 蛤 詹老師 可是他住天母耶 太誇張了啦 說什麼 說什麼 好不好 但是 你跟他睡兩天 絕對活不過第三天 三位 要不要讓我們考驗一下 對啊 可以嗎 可以考驗一下嗎 他還沒講完 多好 給他講完一下 我跟你講 我們都還沒有講 他還要控制我們 我已經快兩個月沒有 沒有早一點回家了 對啊 沒有 我們的感情是真的很好 給班老師講一下 我們是真的用心的感情 他也是因為 因為痔瘡 你不要再講我痔瘡的事 我背著他 他痔瘡他破的 他留在我背上 沒有 沒有 留在我背上 我一句怨言都沒有 我背著他到三種 那個痔瘡是從他的屁股 這邊流流流 對 路人經過以為他那個來 因為那個是從他那邊踢下 太肥了 好 三個真確 明明知道這虎爛 但是還滿開心的 誰是假面閨蜜 出第一道題目 來 第一題 請出題 李安指導斷背山 推出第二題 第二步 向你拋出橄欖枝 請問哪一位好友一起出演 是可以接受 看誰配對成功 2 1 好 請亮攤 1 2 3 蛤 你寧願跟沈玉琳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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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玉琳 潘老師 潘老師兩跳 潘老師 痔瘡都流在你身上了 對 我有什麼好挑 這兩個我還能挑嗎 所以這種高狀物 在你身上你能接受對不對 習慣了 你也是潘老師啊 潘老師 本身的臉就滿gay的 往下 他臉下那個女 他男版的西林迪翁 真的 他戴一下 你戴一下 他戴個假髮 還有Fu 剛好 西林迪翁V.S 蔣經國 不要賣 好 下一道題目 請處理 收到廠商送的 增加男性雄風的產品 請問你覺得誰最迫切需要 3 2 1 去拍 最需要喔 潘老師 又是潘老師 為什麼 你們兩個都先 我跟你講 我先講 潘老師跟 他是每個五秒鐘就會要的那一種 這個事情是有所本的 不是我在這邊鬼扯 有一點我跟小鐘跟潘跟他老婆 那個Kiki 我們去看電影 接著他去尿尿 他一去尿 他老婆露出驚恐的神情 啊 怎麼了 玉琳哥 小鐘 你們等一下有沒有安排要去哪裡 都幾點了 回家去哪裡 我不要回家 我不要回家 你幹嘛不要回家 你是叫我們安排行程 再繼續下一段 對 我不能回家 為什麼不能回家 我一回家 潘老師又要 我說他是怎麼樣 他是要到什麼程度 他只能不停的要 要到我想逃 我聽了九百多片了 你們還要再聽嗎 沒有… 這種鬼話 沾 不是沾 那個他老婆怕成這樣 所以呢 我說他是袋鼠 或者猴子 每個五秒鐘就要 然後呢 現在這把年紀了 他一樣維持這樣的性慾 然而上面有想法 下面卻是沒辦法 沒有辦法 要是 拿出來 真的 大家來拿出來玩 這個 這個 那個折襪 你抬到我的了 我抬到你了 要是 想請 我跟妳講 好厲害 憲哥 我懷疑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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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琳哥看起來落不驚風 去游泳的時候 他說要穿游泳褲對不對 我嚇一跳 怎麼了 他游泳褲整個B級肉 這個整個長度到這裡妳知道吧 原來他是非常的巨大猶猛 我本來是余幼刃 後來又把他搞成 左中堂 後來乾脆變成講整整 我對他又不是另眼相待喔 相對的潘洛迪是重看不重用 雞肉長對 卻沒有長X的肉 拿出來 我剛剛 你不要把他講我 我剛剛看了三個 錄影前小便對不對 對 三個我們把他拿出來 來 不好意思 說好像是神韻比較嚴重 我們剛剛去戶壇跟妳講 上禮拜他老婆打電話跟我說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不是妳不要講 老師啊 你平常真的會不會在家裡面 做個功課 我說當然會教功課 他一定會 他說現在你一個月可以教幾次 我說一個月大概至少會兩到三次 對 那當然是比較少了一點 我是兩到三次搞一個月 他說他現在 他說你知道 你也知道我們家老公 他現在也三個月沒碰我了 三個多月沒碰我了 那不行了 那一陣子到現在 大概有差不多 六個月了 有差不多六個月了 怎麼可能 不是 因為他 怎麼可能 剛才我們在 既然話講到這裡了 你不要講我就跟你坦誠 我們現在錄影時間至1點半 我晚上11點的時候 才剛跟我老婆那個而已 你放棄 你 40歲以上很難忍 我們都只剩下一張嘴 對 不是這樣講 其他都是假的 來 下面一道題目單獨問你 單獨 玉琳哥 單獨 如果憲哥想要開新節目 找你當製作人 但是必須從潘若迪跟詹老師中 選出一位擔任主持搭檔 你會挑選一 兩位要選一位 二選一 只有問你 這人生最難的選擇 這根本就像鬼拿藥單 好啦 真的要選一個 潘 要選潘 為什麼 我先講 我們感情真的很深 對 感情很深 而且我們愛到深處無悅有 而且我們有默契 就是我們隨便可能一個眼神的交換 自然有哏 潘有潘的毛病 潘在演藝圈要蓋誇他這一生的成就 就是三句話 就是 那這樣還有好的地方嗎 對啊 根本好像沒有好處 三梗王 縱使有那麼多缺點 我還是選擇他 因為起碼他還是在中醫的節奏上面 旁邊這位 這個真的要命 真的 他呢 是怎樣 喘了 喘了 不會累了 玉琳哥會累了 太好了 我是真的跟他一起主持過一個網路節目 那個節目名稱叫 林圍不亂 就訪問政治人物 林圍不亂看選戰 我們呢 就開始訪問政治人物了 然後整個長達40分鐘 然後結束以後我忽然驚覺 真早 怎麼回事 我猛回頭 他給你 這個節目多難慘 可以錄影錄到睡覺 憲哥 你不要這樣講 他自己都說他在我們節目也睡過兩次 三次 三次 是憲哥幫我叫醒的 醒過來 醒過來 OK 起床 體力稍微差了 他怎麼有辦法任何時候都能睡著 好厲害 這是他們的選擇好不好 好 來 下一題 來 請出力 來 八卦週刊爆出你不堪的成年往事 你覺得會是誰出賣你呢 如果有八卦週刊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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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你被誰出賣了 請舉牌 審判互選 互搖 詹老師 潘 又是潘老師 你先講 要不然你們會睡著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覺得潘老師會出賣你 因為我覺得潘老師講話比較耿直 有時候講話直來直往的 比較不懂得去收放 這時候一講出去 然後記者一套他 他就會越講越多 都撒不了車 逸林哥老狐狸的套不出來 他自己的那個思緒邏輯非常強烈 他也不需要靠爆料我的思緒紅 OK OK 我選潘的原因是這樣子 潘老師是 少見的台上跟台下一個樣 你講不好也就是說 他分不清楚台上台下 台上大家表演 可是台下有時候大家想要安靜 或者是不想被那麼多媒體關注 但是他不會 我們去逛夜市 盡量低調 頭低低的 因為被人家認出來沒那麼好 你就不能專心逛街了 他不是 他在饒河街頭 還沒進去的頭 你們看誰來了 韓若迪 對 跟著我一起跳 有 很像 為什麼就無言 不是 不接梗 不是 我是想說 不接梗 真的不接梗 我一直在想說你們都幾十歲的人 這種鬼話你們為什麼都會當真 好 騎腳踏車這件事情 我想要聽你們講多一點 騎腳踏車怎麼樣 就私下的騎腳踏車聚會 可能會第二天就上媒體 這不是講好大家私下聚會 倒不是說騎腳踏車見不得人 而是說我們可能搞得逢頭勾滅 因為騎腳踏車不用攪拌嘛 女藝人可能就素顏幹嘛的 大家看到那個照片 從頭到尾他光鮮亮麗喔 然後騎腳踏車 他手一樣比這樣 草低 這個草低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跟得肝病一樣 因為我都會攪拌 好 好 他也很好心 那時候相約騎腳踏車 我說可是我們有腳踏車 我幫你弄一台 也幫小鐘弄一台 那我們就拿了他的好處 也滿感激他的嘛 有一天騎著騎著 遠遠的一個看板你知道嗎 赫然君見 我跟他跟小鐘的照片 騎著那個腳踏車 下面有個標語 我們莫名其妙背景 被代言 被代言沒關係 廠商看得起我們 但是 錢呢 錢呢 我跟小鐘都沒拿到錢 後來全部都在他那邊 他就 他就請我們吃 吃一個麻辣鍋 還有送你一台腳踏車 對 就這樣 是這樣嗎 還在相信對不對 沒有 蠻真的耶 這種鬼話你還在相信 很多事情只要讓他知道的 你也很清楚 讓他知道絕對保不住 真的不能再講 因為詹老師真的想睡了 對 還經歷了 好 下面一道題目請出題 來 來 潘若迪上一次抱怨老婆 是什麼事情 你們知道的就不寫 除了要到 那我不用寫 除了要到想討之外 還有這個事情 要到想討之外 真的彼此之間非常的了解 對啊 信不給 愛喝酒 喝酒 信 信不給他滿足 在之前的不用講了 愛喝酒 真的嗎 真的有這樣嗎 這個潘老師有一個 怪毛病 但可能是跟過去的陰影有關 歷任女友 包含現在的這個 是老婆的 他都要求他們滴酒不沾 以前Paul不是講過一個故事嗎 Paul在百貨公司 人家那個新品試賣會 一堆人在排隊 在那邊試喝一小杯的清酒 他老婆夾在裡面 然後東張西望 然後Paul從後面 Kiki Paul 不要讓潘老師知道 我在這邊排隊喝酒 這麼嚴重 喝酒只能去那邊試喝 他為什麼不能喝 沒有不能喝 你怎麼相信那種鬼話呢 他怎麼不見人是不是 他在相信那種鬼話 我們會被洗腦耶 我跟你講 你老婆 你老婆怕被你看到喝酒 怕得跟什麼一樣 我們兩隻Derman 你跟我老婆 跑到侯昌明他家去喝酒 那這樣不行 那是不是怪了 怪怪怪 他跟我老婆 跑到侯昌明他家去喝酒 哇 那一天 他們兩個喝到已經ㄎㄧㄤ掉 整個ㄎㄧㄤ掉 他回去家 咬他打電話來罵我說 為什麼你們他 老神為什麼會喝成這個樣子 我說我不知道 因為他跟我老婆 我老婆回來也有點快ㄎㄧㄤ掉 他說他在那邊洗頭 他怎麼洗 他回去只會擔心身上有那些味道 所以亞洲你現在已經洗澡 他就洗頭 他怎麼洗頭上沒有泡沫 怎麼洗沒有泡沫 為什麼 東西大家現在看 複結 帶顏仁在這裡 他怎麼抓就沒有泡沫 他當然是沒有辦法擠 好啦 但是 但是潘老師也有自行自信的一面 前陣子他老婆又喝ㄎㄧㄤ了 回去家裡面狂吐 那次喝ㄎㄧㄤ是跟康哥嘛 等人嘛 喝ㄎㄧㄤ了 吐了整屋子都是 然後呢 身上都是嘔吐物 那潘老師就心生連席 老婆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硬實又跟他來一發 好啦 謝謝這三位神教兵 謝謝 太高了 都累了 無罪釋放 無罪 沒事 很鬆 知道你們很好 知道你們很好